那么首先要问候国师家产人不切, 尊贵的波卡人不切, 还有坎布东游人不切等等为首的所有坎布人不切跟僧企大众, 问候大家,大家好。 还有透过这个网络观看的各个服事院的僧众, 还有所有法友们,还有很多的藏族的法友们, 还有东西方各地的这些法友们, 首先问候各位,大家好。 那么,由于疫情的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一直到过了两年之后的现在, 那么我们才有机会再次举办东西的汴京法会, 那这次是第二十三届汴京法会, 那最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最尊贵的国师家产人不切, 那能够为我们这个给予无比达波仁不切的, 这是根波巴大师教研级的这个口传, 那这个口传是非常殊胜, 因为是直接传承自第十六世法王干嘛巴, 所以各位真的非常有福气哦。 所以现在借这个机会, 那么我仅代表这个全体参加这次冬季汴京的所有学生们, 向这个尊贵的国师家产人不切, 致上最深的这个谢意, 感恩人不切的这个慈悲。 那么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一起对于这个三十颂, 或称为为氏三十颂, 还有和这部颂文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呢, 做一些学习还有了解。 那一般来说呢, 这部颂文的梵文是 Chimskar Karika, 那翻译成藏文的话, 应该就是称为叫三十颂, 或者更简称为三十, 但是呢, 因为在这个藏文的文法书籍当中, 也有一本称为三十颂, 所以呢, 为了避免这两本这个著作, 这个混淆了, 所以我在这个藏文的使用上就参考了使用这个汉文佛典当中的为氏三十颂的这样的用法说法, 所以在藏文的翻译上就在前面加上了为氏两个字, 所以就称为三十颂这个意思就是为氏三十颂, 就是跟这个藏文的文法书籍当中的三十颂做一个区别, 所以这里呢, 是一个做一个补充说明, 那去年呢, 那去年呢, 我们的冬季汴经法会时的为氏三十颂的课程呢, 大概讲说了为氏的一些必要性, 那重要性, 还有一级呢, 他形成的这个背景, 还有过程, 还有历史上, 为氏在印度, 这个中国, 日本, 还有这个藏地的一些发展, 还有最后呢, 也讲到了这个他空, 还有和为氏的一些差别, 还有呢, 就是量学和为氏之间的一些情况, 那么今年呢, 由于我们冬季课程的时间呢, 是比较短的, 大概呢, 只有六堂课的时间, 所以呢, 今年, 或许今年秋天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能会再安排继续上课, 不过无论如何, 那么今天我会先介绍一下, 就是今年这一次课程, 我会讲解的一些内容, 那么有关这个维世义理的, 当然有关这个义理内容的方面呢, 我们是不会这个经典的, 我们是不会这个经典的, 但是呢, 在整个讲解的方式上呢, 我们这次尽量会直接直奔这个主题哦, 希望可以尽快进入我们的主要内容, 就是为氏三十颂的讲解部分, 那么在我们在讲解为氏三十颂证文之前, 有几个重要的内容, 必须要先做一些说明, 那大致有以下几个部分, 那么首先呢, 是为氏三十颂的陈书过程, 第二个是为氏三十颂的注释, 再来是陈为氏论, 陈书, 还有他的注释, 再来第四个呢, 是课程, 我们这次课程哦, 会选用的这个注释书目, 再来第五个是, 这一次冬季课程的内容哦, 的介绍, 那主要这次的课程的内容, 主要会讲的是成为氏论数据, 这本论述的序的一个, 概说, 再来第六个会概说, 这个古代译经的一些程序, 还有方法, 那么因为成为氏论呢, 当时是从这个过去梵文翻译过来的, 所以这里也会附带提一下那么古代这些译经的一些程序, 还有方法, 在这个之后呢, 会提一下这个成为氏论数据的这个作者, 就是盔基, 还有一些为氏的大师, 就是林泰跟善朱等等大师们的简介, 最后呢, 第八点, 就会进入到成为氏论数据的这个序言, 那这个就是呢, 这一次会讲解的这个内容, 那么所以首先呢, 是为氏三十颂的这个成书的过程,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为氏三十颂他的成书过程, 还有他注释的一些情况, 为氏三十颂呢, 是这个世青菩萨医生当中, 他伟大的各种著作当中, 最精深, 他的著作呢, 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说为氏三十颂呢, 是其中可以说最精深的一部, 那么同时呢, 也是他最后的一部著作, 那么这部三十颂呢, 在中文当中, 一共有六百言, 就是有六百字, 那么藏文应该是多一些的, 大概有八百四十个字吧, 那么, 亏姬呢, 亏姬大师, 在他的一部著作叫《成为氏论掌中书要中》啊, 有这样子叙述, 为氏三十颂的, 那这里有投影出来, 那这一段文字, 那这里就不念了, 那这里主要的大意识说呢, 就是说呢, 世心菩萨呢, 他的这部著作呢,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部著作, 他的内容很短, 他就只有三十句的诵词, 所以他通过这短短三十句的诵词呢, 很玄妙地阐述出这个大乘, 可以说至极的这种妙趣, 其中呢, 一字当中就包含了万象, 一句当中就容纳了这个千言, 但是呢, 很遗憾的是, 世心菩萨呢, 他还没有来得及, 在造这个长行的解释的时候, 他就已经往生了, 就往生到兜率天, 然而呢, 由于这个三十颂, 就是为师三十颂呢, 他所包含的这个毅力, 太过丰富跟广大, 所以说对一般学习的人, 或者说像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读者, 如果没有给予这个相当的这种解释, 仅仅仅是靠这个颂词本身, 是很难理解其中的这个义力, 还有深意的, 所以呢, 后来有很多学者, 都对他进行这种解释, 也为此写下了很多部的这种著书, 那这个就是为师三十颂的成书过程, 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就是为师三十颂的成书, 所以这里有很多学者就对他写了很多的著书, 所以接着这里提到第二个是为师三十颂的一些著书, 有哪些呢? 那有说法是认为, 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印度呢, 有十八家来解释这个颂文的意义, 后来呢, 又出现了十六家, 也就是说呢, 前前后后一共有三十四家, 为这个为师三十颂呢, 写了这个著书,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认为, 在当时, 是有二十八家, 也就是二十八位这样的学者, 这样的大师, 他撰写了这个三十颂的这个著书, 所以可以说有两种说法, 一个说是三十四家的著书, 一个说是有二十八家的著书, 总之呢, 不管怎么说, 就是有非常多人呢, 学者来写这些著书的, 但是无论如何呢, 就算是有这么多的这些著书, 那么也都不能完全表达出三十颂的真正的意义, 最后呢, 直到有十大论诗的出现, 所以这十大论诗是没有被包含在前面的那些论诗当中的, 所以有这十大论诗出现之后, 可以说才有了对于三十颂, 可以说最为巧妙的, 也比较能够契合这个颂文本意的这些著书, 那这十大论诗是谁呢, 也就是我们去年有介绍过的, 也就是有这个护法, 德慧、安慧、清盛、欢喜、敬悦、火辩、圣友、最圣子, 然后这个智悦等等, 有这样的十大论诗, 他们各自有注释十卷, 所以呢,总计起来呢, 何谓是有百卷, 所以总之呢, 那么在十大论诗的这个最巧妙的注释当中, 可以说还有更好的, 更殊胜的这个注释又是哪一部呢? 大部分都认为是这个护法论诗所写的, 那这里简单做一个介绍, 是这个护法论诗所写的, 所以同样呢, 在窥姬的, 窥姬大师的《成为是论》, 《掌中》,《书要》中, 就特别有一段是关于护法论诗, 他是如何为为是三十颂, 做这个是论的一些情况, 就留下了一些记录, 那这里投影出来的就是这个原文, 就是后游护法等菩萨, 上万颂文各为义士等等, 那这里就不多念了, 那么就讲一下这一段的大义, 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当时护法论诗, 还有其他的几位菩萨, 这些论诗们, 在他们读了这个世心菩萨所写的 为是三十颂之后, 他们就各自为这部论撰写了注释。 那么虽然说, 每位论师的注释呢, 都是读书一致, 各有千秋, 但是, 盔济大师认为, 其中最为耀眼的, 最标新立异的, 就是护法所写的这一部。 那么, 护法论诗, 然后护法菩萨, 他是怎么写, 是当时是怎么写出这部论点的呢? 他大概是在二十九岁的时候, 就已经这个了悟了, 这个生死无常, 所以就决心呢, 要久坐于这个菩提树下, 然后精进的这个禅修, 还有这个学习, 那么就这样子, 他修习了这个禅修跟学习了这样子三年的时间, 这时候呢, 他就利用这个禅修的空闲的时间呢, 他就写下了这个三十颂的这个著书。 那么在这里呢, 盔基大师呢, 就接着就可以说高度的评价, 还有赞扬了护法的这个著作, 那这里面的一些形容跟内容呢, 我就不详细地复述了。 那么, 简要颜值哦, 那么, 盔基大师认为, 这个护法论师的这个著书呢, 无论是从这些文笔, 语言, 或者说修辞的角度来看, 还是从这些义理, 阐释, 或者智慧的角度来说, 这样子一部这个论说, 都是旷世难逢的。 那么其中呢, 哪怕就只是一句这个注释, 都可以破除这个执着, 或者是半句的诵词, 都可以化解这种争论。 所以呢, 他所写的这部注释呢, 盔基大师就形容说, 真的是功于谦慎道合百亡, 这样的一个形容。 当然呢, 我们也知道, 很遗憾的是什么呢? 就是, 现在呢, 这部这个旷世难逢的著作, 也就是护法论师的这部著书呢, 已经失传了。 那么我们之所以还能够读到其中的一些内容, 那么完全是因为这个完全可以说是仰仗这个玄奘大师他所编撰的这个成为式论。 因为呢, 因为呢, 这一部成为式论它的主体。 那这部论我们之后会做一些解释的。 那这部论我们之后会做一些解释的。 而他同时可以说这个柔议了, 结合了十大论师的这些注释哦, 结合翻译而成的这样一部论主。 然而这部论点的主体呢, 就是护法的注释。 那总之呢, 成为式论的陈述过程哦, 我们之后会再讲。 所以我们能够知道其中的一些内容哦, 都是因为要感恩玄奘大师的这部成为式论的。 那么护法论师呢, 在写完这部注释之后, 它是怎么流传的呢? 那么玄奘大师又是怎么样得到这部书的呢? 那这部, 这部分, 魁奘大师在他的《成为式论掌中书要中》 也有这么一段这个记载。 那这里掌中书要的这个内容, 时有玄见居士等等。 那这段话简单来说是这样的。 就是护法在写完这个注释之后, 正好呢, 有一位居士呢, 叫做玄见。 那这位呢, 玄见居士呢, 是非常虔诚的, 而且呢, 很有智慧。 于是呢, 这个护法论师就把这部呢, 著书呢, 保存在这个玄见居士那里。 而且呢, 嘱咐他说, 这个呢, 我离开人世之后, 想要看的人呢, 要收取他一两黄金。 但是, 如果你遇到一个聪慧, 这个聪慧影秀之人呢, 那么就把这部著书呢, 传给他。 那么之后呢, 护法论师就原集了。 那么据说, 他是蛮年轻的时候就原集了。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呢, 护法论师的这部著作就给了玄见居士。 那么, 后来玄奘大师是怎么样得到这部著作的呢? 因为正是那个时候啊, 刚好这个玄奘大师, 他就来到了印度去求学。 这在玄奘大师的这个大唐西域之当中啊, 里面可以看到他当时如何在印度求学, 也有一些记载, 看到他到许多的圣地去朝圣的一些记载等等。 那部分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说。 那可能这里要先休息一下, 休息20分钟, 讲到这里。 所以之前讲到这个护法论师呢, 写了这个维氏三十颂的这个注释, 然后就把这个注释呢, 就交给了一位居士, 叫做玄奘。 那这位玄奘居士呢, 那这位玄奘居士呢, 得到的时候, 那么刚好呢, 也是玄奘大师到这个印度求学的时候。 那么玄奘大师呢, 那么玄奘大师呢, 大家呢, 大概也都是知道的, 那么, 大家最耳熟能详的, 大概很多人, 甚至我们也都是透过这个西游记吧, 那么认识到有这么一位这个玄奘大师, 那么当然这个西游记这个故事, 它只是一个这样子一个故事而已。 但总之这里面的讲到的唐僧呢, 也就是这样在写着这个玄奘大师的。 但总之呢, 讲回来, 那真实的历史故事啊, 是提到玄奘大师到印度求学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真的得到这一部护法论事的这个试本呢? 那窥奘大师在他的成为试论掌中书要当中呢, 有这么提到。 那么, 这里的记载, 大意是说呢, 这个玄奘大师, 他天资过人, 那么这个智慧是非凡。 而且呢, 他是能够试这个圣贤的, 他能够知道谁是圣贤, 谁是这个智者。 然后呢, 他就会一一地前往这个境界, 这些圣者跟随他们这个求法。 同时呢, 没有一处这个圣地呢, 是玄奘大师他不曾去参访的。 那么这我们从他的著作, 这个《大唐西域记》当中,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同时呢, 也没有一部这个经典呢, 是大师他不曾这个阅读, 还有背诵的。 同时呢, 只要他听说哪里呢, 有这个大师在宣讲这个妙法, 他马上呢, 就会非常诚恳地, 英切地去这个求法, 去听闻。 所以呢, 当时这位玄奸居士, 他就认为说, 就这个玄奸居士, 这个玄奸应该是一个这个异议, 从当时梵文翻过来的时候是异议, 应该不是音译。 所以并不清楚当时这个梵文是什么, 总之异议是这个玄奸居士认为。 当时呢, 护法论师曾嘱咐他, 这个提到的这样一个聪慧引秀之人哦, 这样的一个很殊胜的这个人呢, 那么一定就是这位玄奸大师了。 所以于是呢, 他就把这个护法所写的这个注释本, 还有有一部叫五蕴的论事呢, 就一并地交给了玄奸大师了。 那么当玄奸大师在翻阅这些著书的时候, 他就好像亲眼见到了这个护法大师, 就好像亲耳听闻到护法大师在演说是一样的。 所以就这样子呢, 当时玄奸大师就从这个玄奸居士那里, 就得到了这个试本。 他后来呢, 又在这个纳兰陀佛教学院, 跟随这个戒贤论师学习, 这部分就不多说。 那之后呢, 玄奸大师就从印度归来。 到了汉地之后, 那么他就以这个护法论师的这些解释为核心, 再将其余的这个九大论师的注释呢, 柔和在其中, 就编创成了现在的十卷本的这个成为式论。 那我们知道, 这个对于为师三十颂啊, 有这样十大论师写了这个式论。 我们在前面一段有提到过。 那么, 但非常遗憾的呢是, 这十大论师的著作, 注释当中现在还有吗? 还见得到吗? 是很遗憾的, 十大论师的注释当中啊, 除了安慧的这个注释本, 这是还保存有这个梵文, 还有在这个藏文本, 保存在丹珠尔, 藏文的这个丹珠尔之外。 那么其他论师的这些原著呢, 现在都已经失传了。 但是呢, 可以说不幸中的万幸吧, 就是玄奘大师, 他当时把这十部论师的论注呢, 整合起来, 就留下了, 成为了这个成为式论。 所以呢, 由于上面的这些原因哦, 我们不夸张地说吧, 这个成为式论, 他真的可以被视为说现存的, 这个印度为式学说, 可以说研究学说的, 这个登峰造极的之作。 同时呢, 也可以说成为式论, 是现存的为式三十颂, 最根本, 最完整, 也是最权威的这样一部注释。 那么以上是对于 为式三十颂的注书, 其中尤其对于 为式三十颂护法的 这个试本的一些介绍。 那么接下来, 要对于成为式论, 这个成书的经过, 还有这个注释的一些介绍。 能够的旅则选择。 你估论是这个有两个机会。 我们马上去以再来, 然后也会看到我们的几乎, 看到我们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 他们都没有在一起, 那么就像前面说成为试论 是现存的 为试三十颂最根本完整权威的一部注释 所以呢 我们这次的 为试三十颂的课程 最主要 还有最核心的 这个参考书 就是这一部成为试论 就是依照这部论来讲说 那么成为试论 它又是怎么写成的呢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大概的来了解一下 那么成为试论 它的翻译时间 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也就是它从梵文翻译成这个汉文的时间 那么这在盔姬大师的注述当中 并没有很清楚地写出来 标示出来具体的翻译时间 但是在开源试教录 这一部这个文献当中呢 有有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哦 里面记载说到是在完成的时间呢 可能是在这个 在这个显庆的四年 那么是大概是在公元的六百五十九年的 这个润十月 那么在当时呢 可能是这个十月是有两个的 所以叫做润十月 所以是在这个两个十月的后面的那个十月 就是润十月的时候完成的 那这里投影出来的是 我有将这里的开源试教录里面的记载 我有翻译成藏文哦 就是这里中文的原文是 成为士论十卷 见这个内典路 这是也是唐朝的一部目录哦 所以这原文是说成为士论十卷 见这个内典路 护法等菩萨造 显庆四年润十月 于玉华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一说护法等菩萨造 那因为是等的意思 就是因为他又 融合了这个护法等等 其他总共有十大论师嘛 所以叫护法等这个菩萨造 然后显庆四年 润十月于这个 玉华寺 玉华寺 然后沙门 大乘基 比寿 那这里大乘基呢 他就是 葵姬大师 他的一个名称 就是 窥姬大师呢 他自己称自己呢 就是叫大乘基 或者他有时候称自己就是基 但是从宋朝之后呢 大家才称他为这个窥姬哦 总之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总之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常常自己称自己就叫做大乘基 所以在这里 看到写的是说沙门大乘基 这是他自己称自己的名称 就叫大乘基 或者叫做称自己为基 那么窥姬这个名称是 宋朝之后啊 他才称为这个窥姬的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 在有关成为师论啊 他是怎么样柔异啊 就是结合的这个翻译的 一个实际的情况呢 在窥姬大师的成为师论 掌中书要中啊 有很清楚的一个记载 那这里有很长一段就不念了 那这里的我想大义的说明一下 这是玄奘大师呢 在显庆四年 就是公元六百五十九年 他就开始成为师论的这个编译工作 那么最初的这个计划 他是要将这个十大论的 也就是这十种的注释呢 通通都这个翻译过来 那当时他是主要的这个议者 就是他是主义 然后当时他还有四位这个可以说是助手 那么其中呢 一位是神访 他是这个论文 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加上 他是这个叫比寿 再有一位呢 叫做普光 他是这个简刊 再来亏机呢 他就是正义 也就是正义 也就是对于这些翻译出来的这个 内容是不是符合 是不是正确 那这部分 论文笔寿啊 简刊正义等等这些内容 我们在之后这个议场翻译的程序部分 会再做一些介绍 总之呢 在这四个人当中 除了这个亏机大师 他是比较年轻的心静 那么其他三位呢 可以说都是很资深的这样的一个学者 这样的一位大德 比如说审访来说吧 审访大师吧 他可以说是最早参加这个玄奘大师议场的 这样一位大德之一哦 他这个 可以说是这个 安解这个大小秤的经论 而且被当时的其他的这些 所有人所推崇 还有普光大师呢 也是在玄奘的这个议场 担任比寿 有25次 那个同时加上 这位大师呢 也担任过三次的比寿 所以可以看到呢 这三位都是资深的学者 但是呢 玄奘大师却选中了当中 年轻的 心静的这一位 亏机 和这样三位大德 一起作为这个 编译成为师论的助手 这已经显示出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他对于 亏机的一个信任 还有重视 但是呢 在这之后 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件事情发生 就是呢 在亏机大师参加了 这么一个 如此重要的 这样的翻译的事情 几天之后 他就向玄奘大师提出了 这个辞呈 他就说他要辞职了 这时候玄奘大师也 深感这个惊讶 他就再三地去询问 原因到底是什么 那么 然后才知道 原来是什么呢 是这个亏机大师呢 他对于 玄奘大师的 这个翻译的计划呢 他是有些意见的 那 他的意见 是什么呢 就是玄奘大师 本来的 翻译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他要将 十家之言 全部翻译出来 所以 亏机大师他反对 这个 分别翻译出 十家之言 他呢 要求呢 是将这十家的 这些论点 这些看法 折药的 然后 把他们的药纸 揉合成 然后 这个 边窜成 柔益 翻译成为 一部 他为什么这么 认为呢 他认为说 因为 印度的 这个 十大论师 他们对于 维世三十颂的 立论呢 是都有不同的 所以 如果 不把 他们的 这些观点 集中起来 然后 反映在 一本书当中 的话 那么 那么 日后呢 这些 这些 中国佛教的 或者说 中国的 这些学佛的 这些弟子 学人们 他们就会变得 无所依从 因为 会变得 这个 观点太多了 会变得 无所依禀 无所依从 同时呢 我们说 这个 人的 这个 生命 也是有限的 人的时间 经历 还有智慧 也都很有限 也不可能 这个 这个 一一的探究 每一家的 这个 不同的 这个理论 不同的 这个 输意 所以呢 葵姬大师 认为 最好 就是将 这些 错综 复杂的 各家 学说的 这些 精华 然后 加以这个 权衡 然后去 论定 然后 作为 这个日后 这个 中国的 这些学者 日后的 这些 学佛者的 一个 准则 那么 之后呢 玄奘大师 他就经过了 反复的 这个 考虑 他也 就 接受了 葵姬大师的 这个 主张 而且当时 一起 这个 在进行 这个 翻译工作的 还有 其他几位 这个 三师嘛 有这个 神坊 普光 还有 加上 等等 所以 玄奘大师 他当时呢 还 说服了 这个 其他 三师 然后 让他们 就 退出了 这项 这个 议事 这个 翻译的工作 就让 盔姬大师 独自 来做 他自己的 这个助手 所以 也终于就 这个 编译 出了 就是 现在 我们能够 见到的 这个 成为事论 这个 这部论点 那么 这就是 这个 成为事论 有十卷的 这个 成为事论 的 这个 由来 那 我们可能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成为事论 就是 现在 为事三十诵 留下的 唯一的 这个 注释本吗 唯一的一个解释 注释吗 那么 那么 为事三十诵 还有没有 其他的 这个 注书吗 那 那刚才 我们也讲到过了 这个 为事三十诵 虽然过去在印度 有非常多的 这个 注书 但是 这个流传下来的是很少的 基本上 现在都已经 失传了 所以 这个 现存的 为事三十诵的 注释 可以说 真的是 屈指可数 所以 除了 这个成为事论 之外 那么 现存的 这个注释中 中文的 有哪几本呢 这是 明朝的 秩序大师 所写的一个叫做 为事三十论 直解 这里 有一卷 那么另外呢 在 日文的 古文献当中 现在翻译成 中文的 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 基本上还有 一个叫 日本真庆 大师 叫 他在 公元十世纪左右 所写的一个叫 注三十诵 这是一个很简短的 一部注释 非常简短 另外 也是 古代 这个 日本的 僧人 的 对于 三十诵的一个 科判 有两部 那么 一部呢 是出自叫 广赖手一 那么 另一部 是出自这个 左海大园 这两位 日本僧人 所写的 这个 对于 三十诵的科判 这有两部 那么 再来呢 近代的 日本的文献当中呢 有日本学者 这个 锦上玄珍的 一个 为氏 三十论 讲话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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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文当中 藏文的文献当中 来说呢 这是非常少的 从我 个人来 说 那当然 也有很多 是我不知道的 在十五世纪的时候 在十五世纪的时候 也写了一部 这个 对于 为氏三十诵的 一个 这个 笔记 那 大概 我看到 就是有这两位 大师 世家乔丹 还有 米庞 人不切 所写的 那当然 后来 近代的一些大师 应该也有吧 但古代来说 可能 应该就只有 这两位 那么 再来 这里 我想说一下 就是 成为氏论啊 作为这个 主要的 这个 注释 参考的 原因是什么 那么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呢 是 世心菩萨 在 撰写 《为氏三十诵》 这部 颂文的时候 他是用非常 这个 精简的 这个语言 文字 将这个 维世宗啊 非常繁杂的 这些 利润 做了一个 概括的 这样的一个 说明 那么 那么 之前有提到过 他主要撰写了 三十诵 跟二十诵 那么 维世 二十诵 主要是 这个 博斥 他宗的 那么 维世三十诵 主要是 立字宗 在去年 有讲过 那么 依照 通常的情况 通常会说 造了 世论 在对 寄送 进行 这个 注释 但是呢 我们知道 这个 世心菩萨呢 他还 没有来得及 对于 他所写的 这个 论点 写这个 注释 他就 原极了 所以 在世心 菩萨 入灭之后的 这个 两百年间呢 当时的 佛教界 那么 就将这个 维世三十诵的 可以说 研究 作为 最主要的 一个课题 就像 我们前面 有提到过 有三十四家 或者说 有二十八家 有不同的说法 有非常多的 这些 学者 或者说 大师们 都对于 维世三十诵 有做出 各种的 注释 但 也都 很可惜的 这些论点 都没有 这个 流传下来 我们现在 都完全看不到 这些文献了 当然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 安慧论师 所写的那一部 所以呢 这个可以说 维世三十诵 它的注释 真的是很少的 就算有 也都是 很精简的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很难 只是依照 三十诵本身的 这些直解注释 就对三十诵 这个去进行 讲解 或者学习 所以这时候 成为世论 就成为我们可以说 必备的 也是最有权威的 这样一个 三十诵的一个 注释的一个参考 所以这个是 第一个原因 这成为世论 是注释参考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我们这次冬季的课程 最主要的 学习的主题 就是 维世三十诵 那我们最主要的 目的 目标 其实是 能够 要比较有系统的 完整的 去学习 维世学 它的毅力 还有教理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 目的跟目标 然而呢 维世学 它是一门 可以说非常庞大 这个深奥的一个学说 那么 因为我们说 大乘当中 这个最主要的 这个综艺 就是中观跟维世 所以维世学 它是非常庞大 深奥的学说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 从哪里入手 去学习呢 那在去年的课程当中 我们大概有讲过 构成整个维世教义 它所依靠的经论 那么依照 这个中国佛教的 说法 那么 维世教义所依的经论呢 主要是有六经十一论 这去年呢 我们讲过了 而十一论呢 又有一本 十支 这样的说法 那么虽然 维世学派 可以看到 它经论很多 但是 真正可以 视为 这个维世的 可以说 极大成的 经论是什么呢 可以说 最主要的 这个经论 是什么呢 就是解身密经 一经 还有这个 于邪师地论 一论 这个为根底 然后 再由 这个成为世论 将 这样的一经 一论 形成了一个 完备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 所以 如果我们想要完整 很刺激 刺地地 学习 维世学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 这个 不得不学习 玄奘大师的 这部 成为世论 这部 那么成为士论可以说 它就是 印度论士的这些著书 而且它不是一位当时 印度论士的著书 十位印度论大师的 这个著书的合集 那么就像藏传佛教的 这样一个传统 这个印度论士的 著书还不够 还必须要有藏传大师的 藏传的著书才行 同样的中国佛教也是 所以在这里接着成为士论 这样一个印度论士的著书 接着还它也要有 中国论士的一些著书 所以呢 从唐代开始 从这个唐代的 始于这个盔姬大师 那么历代都有不同的 在对于这个成为士论的 这个著书 这个红传开来 所以首先成为士论 它已经是一个著书了嘛 它已经是对于 维师三十颂的一个著书 所以 那么 所以在对于这个著书的著书啊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什么呢 就是成为士论数记 那它是由谁所写的呢 就是盔姬大师所写的 那么 这一部成为士论数记呢 它是由十卷 那么这本书呢 自从问世以来 它就成为这个汉地 这个为士学最重要的 可以说最根本的这个盛点 那么因为成为士论 可以说是印度论师的著解嘛 那么 所以由中国论师写的 这个中国的著解 就是第一本 可以说这是成为士论数记 这是盔姬大师所写的这一本 所以它就成为 汉地为士学的一个根本盛点 不仅如此 这一部著作 也在日本 也是这个法相宗 还有其他各宗的 很重要的一部典籍 也受到各宗的这个推崇 还有重视 但是呢 这部著作呢 从这个元代以来 就已经这个失传了 那么一直到这个清末的时候 清朝末年的时候 有一位居士叫杨仁山居士 他又找到了 他从这个日本 又找回到了 这部这个成为士论数记 然后又再引寝啊 就带回到了这个中国 那么除了这个成为士论 还有成为士论数记之外 还有其他的解释吗 还有的 还有盔姬大师所撰写的 成为士论 掌中书药 他也是对于成为士论的一个解释 之后呢 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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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师撰写的 成为士论 了义登 另外呢 还有一位叫做智州 这是智州大师 他所撰写的成为士论 很严密 总之呢 由这三位大师 这三家 所写的 就是 这三部著作 就被 被视为这个 为士宗的 正统的传承 所以也被称为了 为士的三书 就是三部这个著书 这三个 嗯 大几样 大几样的 大几年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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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 不预备上, 说明中国人话 说明 有什么文章 说明 通过听说明 不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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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diz不干什么 就它是 Contacting 这都不干什么 不干什么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住宿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这次课程 会选用这个住室书目是什么 我们这次课程主要讲的是 维诗三十颂 那么核心的注释是采用成维诗论为主体 然后主要参考的著书呢 是葵姬大师的成维诗论书记 另外呢会在这个柔和上面提到的三书 三部著书 然后再加上一些 一些这个汉地 这个民国还有这个近代 这是在民国近代一些学者的一些白话研究 但是这个蒙古请不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大概呢 这次就会是以这样的一个结构 还有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讲解 那么以这样的方式来讲解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那么第一个原因是维世三十颂 它的本颂 它毅力非常的丰富 但是呢 它的语言是很简单的 所以单看这个颂文 很难理解和学习 所以一定是需要这些注视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在这么多的著书当中 这个成为世论 它是三十颂 这不只是中文当中 可以说是国际上啊 现存的 这个最完整 还有最权威的一个注视 所以就以这部论 为这个讲解的根本 还有主体 再来第三个原因是 这个成为世论 它是这个印度的十大论师的注视的一个可以说集成 所以说 它无论在这个意理上 还是语言上 其实都是比较这个晦涩 还有难懂的 所以 我们还要再加上这个 这个数据哦 就是盔基大师的 这个 这个成为世论 数据 还有其他的一些著书 还有像其他的这个 为世的三书哦 三种著书 还有一些白话的直解哦 这个作为这些辅助哦 不这样做也是不行的 因为呢 很多这些中文过去的这些著书哦 都是这些古文 真的是很难懂 所以现在很多的学者哦 他有做这些白话的直解 所以我们以这些白话直解哦 作为一些辅助 来进行这个讲解 还有做一些作为学习 所以总之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次学习 三十颂啊 为世三十颂的一个方法 还有我们参考书目的这样一个大致的情况 所以我想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 因为我们哦 这个 Aww 但是文化和会的人 就是原来人 看起来 每一学讲 testify 的人 现在眼看到金很大致 竟然是 也他还是 就是 诚会 长 夫闻 人 常 那么之后僧众还有用餐 那么这一次也是 杜颂前八的这个五本尊当中的 马头明王五尊 的这样一个修持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次修持 也是很难得的 那么其实之前我们在 我在这个上蜜院的时候有修过 但是当时上蜜院的空间 是很小的在一个小的 这样一个修持的房间 人也不多 不记得但当时呢 是有天感人不确实在的 他主持 然后修了几次 但是呢 并没有办法 当时很多人没有办法 但这一次是真的是 这么多僧众一起修 是第一次 这可以说是我们 最重要的 可以说是这个 最重要的一个法 最重要的一个法 可以说是我们在 可以说 这一次可以恢复这个法 然后来修持 可以说是历史上 很重要的一课 那么 之后是要再讲一些 相关的 这个修持上的一些手印 一些手印 还是要做一些这个修改 之后我会再讲 这些是不会直播的 这些是不会直播的 但就是其他寺院想要来看的话呢 是可以的 在Zoom里面是可以参与的 但就没有公开给全部直播 好 最后我们做客颂回向 来说 会员